这盘棋讲解的是套路下野狗 2023年网天忆直播间最新对局 母方是网天忆 黑方是快乐人生 开局是先制度对足底炮 母方架起了中炮 黑方是上马 这队棋一般都是补相 怎么今天看一下 如果上马该怎么应对 母方也跳马 黑方进足准备欺负母方 母方这边正常出局 冲掉以后 飞向当然也是可以 只不过的话 红方认为黑方出局比较慢 他就故意放对方一个足过来 不着急吃你 上马是为了抢速度 利用这个下野狗 那现在对方就上 红方这起就捉腿一下 黑方到这儿 他不要了 走了就出去吃炮 那很明显是骗红方 红方就看主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走局二进三 就是让你吃 你一吃的话 他将来有一个上马打局的棋 所以这儿想利用一下红方 那王天一这个棋不管他 就兵母亲衣 对方的话 选择一个捕士 这儿红方呢 再兵母亲衣 那么黑方也就被吃了 接下来红方就上马 踩着足 打着足 看你如何应对 黑方这个棋能走 就是先把自己的局拿出来 看着炮再说 先要保证不丢子 然后的话这个棋啊 你打僵 他其实可以补香 踩掉的话平过来即可 那把你点下去啊 对局就行了 这种棋应该说黑方完全可以应对 临场的话 他是走了一个足三斤 要贪心保这个足 那这样就出了问题啊 红方顺势一打 那黑方这个时候 如果选择电局的话 这里红的有一个炮八屏幕 随时可以上马 打死局啊 对方这棋如果补香 就要丢子 如果上马的话 打他一补 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吃 一个是踩 吃的话呢 对掉 对完之后一掌局啊 这个马就丢了 你还不能打相 打相还丢着炮啊 所以这棋很痛苦 到这儿有可能会踩掉啊 那现在他就会打掉将军 对方正常要踩 如果你吃他加中炮 所以红方先走一个掌局 如果你加中炮的话 他就踩你啊 那么这儿的话 你要是先踩的话 他可以呢 吃掉马 现在这个马也跑不了 最终你是 狙双炮 他是双狙马 那这个棋很明显呀 红方是多子的 所以这种棋啊 那黑的呀 他不敢过来 临场他就飞了个像啊 结果红方到这儿呀 就骗了对方一个炮尺 所以这个棋啊 对方不能够贪饱这个猪呀 结果我大字给丢了 那么他选择平猪 想追回一个子 红方就上马 踩鞠彩炮 因为他踩了不然是这马 所以你鞠到中间呀 也是啊 杀不过的 他决定就先把马逼退啊 红方到这儿 他不退 走了个平炮 这是一个打向的好棋 利用他抢先手 将来的话 这个棋啊 他就可以用鞠去看自己的马 所以到这儿 这个棋啊 像吃也吃不到了 那黑方索性某像给打了 红方到这儿给吃了 那现在他吃掉啊 吃炮抢先手 红方这棋就退回 不跟他换 黑方这个马就钻出来 此时的话 红方走了一个冲炮 大马 黑方也就上 红方这里选择招法是 后炮 金六 直接不向打了 这里选择突破 到这儿对方也跑不了啊 那么他决定啊 正常也就出局了 红方顺势跟他吃掉 杀他一将 那么黑方他平个足抓炮 红方来了一招 甩炮 底线是门弓 黑方只好上马的一档 红方进局一抓 那黑方走的是进局要退 那看样子就对了了 换完之后呀 红方赶紧补个事 避免被他将军要利用 这时候对方走的招法是点拒进来 准备呢强行啊 吃兵 将来想靠勺子啊 多足取控盘 红方先吃一个足啊 保留这个兵 随时把马给放火 这儿的话 对方呀 想合棋很难 他决定呀 就充足 抢速度 对杀 这个时候红方就平局过来 黑方到这儿就出老家 那红方这个棋呀 他冲兵 找机会上马 黑方这三个子没有棋呀 为了出棋 他就下来了 这样的话 红方就顺势给他一将 黑方呢 这个棋放中局呀 也是顽强 找机会想偷一下 这边比方说 砍个式啊 跳马来将这个拒杀式啊 那红方这棋不给他任何机会啊 退军锁 啊 往天就不去走得很啊 让对方梦断着进城 觉得让他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啊 往天一获胜 好看啦 好看吧 好了 慢慢变得开来